回想起刚才一撇之下看到的侧脸 他呆了一呆 凝神看向哪个人的背影 陈夕 怎么了 刚才那人撞到你了 罗启凡见他神情呆滞 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担心地问道 没有 林小竹扔下一句话 便朝前面飞掠而去 罗启凡在后面看得呆住了 他没有想到 这位干妹妹竟然还会武功 一眨眼功夫 就赶上了前面那个 走得并不慢的脖子 哎 你等等 林小竹的手 一把抓住那个脖子的肩膀 脖子脚下顿了顿 终于停下了脚步 转过身来 林小竹呆呆地看着 眼前的那张脸 嘴唇颤抖了起来 你 你 一双如深潭一般漆黑 而深邃的眼睛 高挺的鼻梁 不薄不厚的嘴唇 这张曾经被他看待过的 英俊的脸 却被一道 从左上耳框到右下耳根 横跨整张脸的丑陋的疤痕 生生地破坏了美感 变得异常地猙獰 天爷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林小竹不可置信地 喃喃道 他不相信 他怎么能相信 那么聪明 那么能干 那么强势 什么时候都一切在掌握的 原天也 竟然会变成 这般模样 竟然会 沦落到 这个地步 那人乍一听 天爷这个名字 眼睛 漠然一亮 但听到林小竹问 是你吗 眼眸渐渐地 暗淡下去 他面无表情地 转过身去 抬脚就走 仿佛林小竹叫的 不是他的名字 仿佛他根本没有听见 林小竹所问的话 你别走 林小竹伸出手 一把抓住他 等到把那人的胳膊 抓在手里 他不由得又是一愣 原天也的武功 何其了得 如果这人真的是他 如果他真的想走 凭他这三脚猫的功夫 他又怎么能够抓得住 司机此处 他心乱辱麻 他恨不得眼前的人 不是原天也 他宁愿原天也 娶了妻 纳了妾 待在北烟 左拥右抱 他都不愿意 这个人就是原天也 可是 那张脸 那双眼睛 那高大的背影 便是烧成灰 他都认得 他狂乱地摇晃着 那人的胳膊 游轮刺地窝了又问 你不是天也 你不是原天也 对不对 你说话呀 说 你不是原天也 是 我不是原天也 那人 那人终于出生了 说完这句 还没有等林小竹 反应过来 他一把甩开他的手 再一次 朝前走去 林小竹 还待在追 胳膊却被人 一把抓住 罗启凡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陈虚 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 林小竹 哪里还顾得上 回答他的问题 将罗启凡的手 一把扯开 就去追那人 幸好那人是个脖子 有没有武功在身 走得并不快 他跑到近前 便从后面 一把抱住了 哪个人的腰 哭道 天也 那人终于站住了 一语不发地 站在那里 久久未动 任由林小竹 抱住他的腰 在他身后哭泣 罗启凡见林小竹 形弱疯狂 屡屡追着 那个脖子不放 此时更是不顾 正在人来人往的 大街上 一把抱住了 那人的腰 不由得又是担心 又是着急 眼见的路人 都围了过来 指指点点的 而这条街 都喜欢八卦的 几位老板 甚至上前 扯了扯他的袖子 问道 诶 罗掌柜 陈姑娘她怎么了 又绕到前面去看 裤子原天也的 那个人 罗启凡只得 上前一步 劝道 陈希 有什么事 咱们回屋去谈 好吗 林小竹这才放开那人 却甚是抓住了 他的胳膊 似乎生怕 他会跑掉似的 道 天爷 咱们到那边说话 说完 就用力把他 往百卫区的方向扯 那人轻撇了他一眼 嘴唇紧敏 一言不发 脸上更是连表情都没有 被林小竹 拉着扯着拽着 进了百卫区 罗启凡 见两人进了百卫区 松了一口气 转身想要把进屋的几个人 给拦住 道 没事了 没事了 大家都散了吧 陈姑娘是遇见了 他失散多年的哥哥 喜极而泣 现在两兄妹叙旧 大家呀 就别进去打扰了 该干什么 干什么吧 里面的孙昊 也是机灵 见林小竹 红着眼睛 把一个穿着破烂 面目猙獰的脖子 扯进了里间 赶紧把店门去关上 以免打扰 当然 为了避嫌 他跟两笔小二 仍是留在了店里 林小竹 拉着那人进了里间 砰的一声 把门关上 然后松开了他的胳膊 眼睛眨也不眨地 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这才伸出手去 想要摸摸 他脸上的那条疤痕 而一直没有表情 一言不发的那个人 脸一歪 闭过了他的手 然后淡淡地 看了他一眼 开口道 小心脏了你的手 陈姑娘 林小竹满是痛惜的目光 渐渐冷了下来 他站在那里 眼睛死死地盯着 那人的眼睛 目光冰冷 那人终于被他看得不自在 一开眼去 转身就走 你去哪儿 林小竹一把抓住他 声音再也没有刚才的激动 悲伤 取而代之的是气氛 自然是回我来的地方去 那人道 声音平淡 半丝情绪都没有 袁天野 我欠了你什么 林小竹问 手上的力道极大 大得恨不得 掐进对方的肉里去 袁天野终于吃不住疼 啊得叫了起来 转身一把 将林小竹的手 从胳膊上拿下来 拉开打了几个补丁的袖子 一看 胳膊上明显的紫红手印 正是林小竹刚才捏的 林小竹看了 紧抿了一下嘴 没有作声 伸出手 又再一次抓住了那条胳膊 你干什么 袁天野凝眉道 脸上因为他这表情 变得更加的猙獰 我刚才问你想干什么 你到了冬月 没有来找我 现在碰上了也不肯认我 是个什么意思 是恨我当时没有留下来陪你 还是已取了亲那了妾 不想再跟我有任何的瓜葛 林小竹大声地问道 花到最后 声音已变得哽咽 袁天野看着林小竹 眼角的泪光 目光渐渐地柔和下来 不过也就是一期的功夫 目光又变得冰冷 一开目光 道 找你干什么 认你干什么 说完站了起来 我要走了 转身便想出去 袁天野 你要是不说清楚 今天你就别想出这道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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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